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干一族 黑一族 我都可以用他们的语言假道 也跟他们交通 也可以唱他们的诗歌 遥望神州 数以百计的民间神学院 数以千计的圣经培训点 集合着数不清的现身者 他们知道自己不再属于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 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目的 是用自己的血泪和生命 剥洒这个世界最最需要 却独独没有的神圣之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 我愿意用我的一生 来告诉世界上每一个生活的黑暗 和痛苦当中的人说 耶稣爱你 在基督里面有真正的爱 是世界当中找不到的 我向主的一个祷告 就是主 我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 因为这次做主门徒的记号 如果在我的生命当中 曾经为主受一些苦 我想这不是苦 这是主给我的福贝 我知道在以后的漏程还遥远着 也许还要流很多的累 还要受很多的苦 但是我要坚定地走下去 走过 笑过 唱过 沉默过 走过 听过 火热过 灰心过 走过 最低 最低的山谷 那国最高 最高 最高的山谷 年复一年 有多失落 滚土的年 滚土的年 有多收获 岁月的大郎 在身边重活 美心里的大郎 人家 滚土的年 滚桌 看啊 终于有一道 天喵的生命河 流向中国 依止中国 得着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五湖四海接地修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 飞越了万水千山融化冰冷的心灵 再没有捆锁 再没有战争 带来了祝福 扭转了命运 今年是好收成 诗以再道 歌以永至 这歌声展现着一种 中国人从未有过的宽广胸怀 这歌声唱出了天地间 那一份古老而又新美的感情 今年是好收成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我也必做你们的神 好残忌ת的一五天 任何一个想认识中国家庭教会的人 都不能不听一听这些诗歌 在这些诗歌里 有他们的信仰告白和生命见证 有他们的赤字情怀和血泪教宗 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一步一步走到底 新的一片新的十百里 不管是偏僻的农村 还是繁华的城市 凡是有基督徒的地方 处处都飞扬着明亮的歌声 愿他们的太阳 最初的美国 有两要重的保护 愿他们一生 一世都翻到 杀了老祖 没有乐器也没有琴诗 不识乐谱也不看歌词 这些农民基督徒 竟能一口气唱出几十首 他们唱的这些歌叫 迦南诗歌 本篇的音乐大多出自其中 迦南诗歌现有九百三十首 不仅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主体诗歌 三字教会也广为传唱 其中一些歌 更流入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杀了老祖 在我人生的唯一的环节 在我人生的唯一的消场 迦南诗歌是神对教会的带领 这些诗歌就是给我们教会很大的鼓舞 我觉得这诗歌是上帝给中国教会的恩典 很小的时候信耶稣就唱很多的迦南诗歌 在我们家里面结婚的是 唱的大部分都是迦南诗歌 从我自己的心灵感受来说吧 这是真是上帝赐给中国人的一个特别的诗歌 像当我们学习一些外国诗歌的时候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唱的时候就感觉到 哎呀我们进入到上帝的领域的当中去了 但当我们唱迦南诗歌的时候呢 我都感觉到是上帝走进了我们一样 哎呀提醒到我们感情荒满惹悉啊 我们软弱的时候鼓励我们呢 灰心的时候激励我们呢 无力量的时候赐给我们力量啊 借着诗歌给我们带来方向啊 所以说我都感觉到 就是特别适合我们中国的教会 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特别特别受感动的 我都感觉到我们的教会 最高的山洞 说上杨西区盘飞音的时候 爬山的时候 我很转弱的时候 都是说我有离奇的时候 我想到这一首歌 这个歌累了以后啊 就是这个力量来了 就是说继续下去 爬山 这个像穿扬飞音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我感到好气 我只是所以收拾能力感动 做了这么好的歌腿 看了终于有一道 天上的山林河 我觉得像北京大学的博士生 也不一定能写出这种歌词 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 我觉得也没有谁能够写出这样的旋律 听到嘉南诗歌的人几乎都不敢相信 这九百多首诗歌的词和曲 都是出自一个不识乐谱的农村姑娘之口 她叫小米 在河南一个小乡村里长大 我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 父母亲就是特别老实的庄稼人 我妈妈就没上过学 我父亲也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上过一年到两年的学堂 也就是不认识几个字 都是特别穷困 小米 在大厨生小时候 只有十来天的时候 想送给那旁人 那一天人也来抱来了 喝的发大水了 这出入日头 喝的涨水了 这算是身体保守 我们得给他送给人家 后来就是上学呀 上到初一的时候 我就是患到有鼻头眼 每天到中午就是 头晕恶心 就上不下去 后来我也就是 不再去上学 我去年呢 有机会参与了一次 关于家人事件的录音的工作 就在中国的 八雷五教堂乐团里头 跟中国教堂乐团合唱团合作 当时唱完了之后 所有的乐队是鼓掌的 然后他们都以为 这个是某个大事作品 我告诉他们 这个人初中都没毕业的时候 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觉得我 我是在骗他们 或者是故意卖关子什么的 我说小敏呢 我说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我说这个你 你依靠住 你心靠住 你的病气就会好 他说的我信 我说你信 今天晚上你就 我一路去聚会 当时他给我传飞音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 天地之间肯定会有一位创造的主宰 我常常会坐下来 静思 仰望天空啊 飞鸟啊 野花呀 还有这些树木啊 青草 田野 在我心目当中 我就感受到是神的创造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神 他的名字叫什么 他是水 所以后来当舅妈建议过 传飞音的时候 我就非常清楚的知道 就是他 我就长到这位真神 就到那一晚上的时候 我还没觉得喝了糖的 他那里有一个 一样打到打到 他就去上个家 他就找我去 镜子 在哪里去聚会去吧 我说钟啊 这就打呢 他就开始信住 我去第一次第二次 我都感受到我的身体 就是和过去不一样 我说主啊 我真的相信有一位神 我相信你必定会医治我 并且会引导我 让我认识你 你会改变我的人生 我认识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对我的逼迫就是也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就是偷偷地出去聚会 看到教育当中的弟兄姊妹 就是这么样的可爱 他们彼此相爱 又是这么样的朴实和诚实 那种和谐温馨的气氛 就是常常是我难忘 我就立志跟随他 就在我立志决定要服侍主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被圣灵感动 唱出低属时刻是在九零年的年底 带着你的欢笑 带着你的歌声 带着你的城市 带着你的心灵 走进美好的绳索 请求真正的人生 只有心也说才是我们的路的 快把福音传 快把福音听 欢迎你们来到 欢迎你们来到 我们的大家庭 当时呢 我只是教给我 本村的一位小子民 他就是教给别人 就是这样一首两首 别人说你是 这些诗歌是从哪儿学来的 他说哎呀跟着敏姐学的 后来那个时候教会里面的 一个弟兄和一个子民 他就觉得 小敏怎么会唱歌呢 他又不出门 又不爱讲话 我们聚会的时候 哪个地方是嘎啦 他就在那个嘎啦那边坐 所以他为什么会唱歌 他们就感觉到稀奇 后来的时候他们唱 主啊我赞美你 因为你间悬了我 在这茫茫的人海中 是你把我找寻 就是当他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 就是特别的心里面 非常非常的受感动 还不是一般的感动 就是感受到上帝啊 你真好 你没有嫌弃我 我们本是就是尘土 本是这些不如虫 不如屈的世人 然而你竟这么样的灵敏 就是眷顾我们 拣选我们 他们非常受感动 他们就查 这些诗歌就是从哪儿来的 后来他们就找到我 我说到那儿十几点以后 就听见有这个唱歌的声音 我听见了我坐起来 我说这到这个时候 这谁还唱歌的 听听也听不着你 他一直的他都没给他说过 我还是听外出的说的 这是别的给我说的 上教会了他说的 你知道这个歌是谁唱的 我说谁唱的 他说你妹妹唱的 这再后来了 我不相信 不相信后来了 好几个人给我说 说了以后了 后来有一年 他存北京 存沙地的回来了 回来了 他上岸那儿聚会去了 他说了 他说你好好信吧 这歌都是神奇事 我我哪 我存这儿还才相信 相信了以后 我情是幽默着 情是有这个真神 你看这要不是 这个真神 他能会能聪明 其实那些诗歌 这要不是读给 这存着孩子会 去尸了这些歌的 我有时候想着 我说这再大的缩稳 他编他经济里 编个十个八个 他不会编了这些歌 这就是奇妙的神 这是神往头里带领 在祷告的时候 在静默的时候 在沉思的时候 还要再听到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圣灵就会很奇妙地 在我的心目当中 给我一句话 这个诗歌就会 不到五分钟 或者十分钟 练词带曲 就一块我会唱出来 有一些弟兄姊妹 他们专一会寄谱 我写出来说十个话 站在上面叫 他们就把它 很快地就寄下来 后来小敏有了一台小录音机 可以随时录下 有感而发的歌声 然后自己抄下歌词 由别人写出曲谱 在旅途上 在田野里 在聚会中 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小敏的心 都可能被上帝感动 飘逸出赞美的旋律 我愿意为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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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不肯定 我愿意为我的生命 我愿意为我的生命 让我们从城不足逃去 我愿意为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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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不敢积赞回忆 仿佛从蔚蓝色的天空 飘然降落在广袤的黄土地上 迦南师哥带着蓝天的高远 和黄土的深情 从这个卑微的农家女口中发出 很快传遍神州大地 她是生命的源头 爱的源头 她是周围所 她可以传遍天爱乡 要帮我去战几百七十几座餐 要帮我去战几百七十几座河 我们要冲写那条天地的真 因为她用随回千里十日节 人的那天是心愿 既然那边还是山 安慰同心殊胜的人 紧紧相恋 不过我在安慰你 因为你爱上了我 爱在这里 何必在这里 不可做到就要战胜 燃消去 移民宣教上云南少数民族去了 在那里吧 更需要这些诗歌的鼓励 当我们俩在那工作 无度的时候 无力的时候 我们就唱小敏的吉士的诗歌 刚刚走团队服饰的时候 就是弟兄姊妹在一起 就唱小敏这个歌 就是他们说 只有你才能让我活着像人 我唱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我主啊 唯有你才能让我活着有价值 真没有这首歌 这样的歌 这是从主来的 我觉得我每次唱的时候 我就会流泪 有一次晚上 我在那 我自己在那唱 唱啊 主啊 你见醒了我 不吃不住 那乐乐味的也疼 在天早晨的时候 我们祷告的时候 很多的人在一起 有一些弟兄姊妹 很长时间没有见面 就非常想念 我就站那个地方 就流泪就哭 当时我不知道 为什么就哭 为什么也倾入这个会场 去说感动呢 我就在神面前到欧尔卓 我们今天的相聚 就是因着你的缘故 如果没有你 十四家人的大爱 如果没有你 你的宝血 我们每个人是互不相识的 不可能就是这么样 就像亲兄妹一样 这么样的和睦 那个感恩的心 特别的强烈 哎呀 主我非常感谢